热点时评 纽约时报报道 习近平强硬回应批评 称反对利用乌克兰危机煽动新冷战 作者 罗杰·科恩 播讲 夏秋年 本文作者 罗杰·科恩是纽约时报巴黎分社社长 2023年 他作为报道乌克兰战争的时报团队成员 获得了普利策奖和乔治·波尔克奖 下面是这篇报道的证文 在对法国为期两天的访问期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决反对外界批评 中国在乌克兰战争期间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 称我们反对利用乌克兰危机甩锅 抹黑第三国 煽动新冷战 周一 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数轮会谈后 在双方共同会见记者时 习近平做出强硬表态 并为中国的角色进行了辩护 他回顾说 中国既不是这场危机的制造者 也不是当事方 参与方 这番愤怒的言论似乎主要是针对美国 后者认为 中国除了从俄罗斯购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外 还通过向俄罗斯军队提供卫星图像 喷气式战斗机零件 微芯片和其他军民两用设备 继续协助莫斯科在乌克兰进行战争 马克龙和出席上午会谈的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向习近平施压 要求他利用自己对莫斯科的影响力 结束这场战争 习近平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在北京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 但除了对和平的一般性愿望之外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习近平会要求这个没有止境的盟友停止战争 习近平在巴黎进行会谈之际 普京再次暗示 他可能准备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俄罗斯特别提到 马克龙今年2月发表了打破禁忌的声明 称不能排除在乌克兰部署西方军队的可能性 普京将该声明作为莫斯科决定 举行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军事演习的原因 马克龙曾多次表示 他坚持自己在可能部署军队问题上的立场 他说他的言论意在制造战略模糊性 周一他没有谈及这个问题 法国总统对习近平说 没有乌克兰的安全就没有欧洲的安全 但他强调法国没有与俄罗斯或俄罗斯人民开战 也不寻求推翻普京的政权 马克龙还说 关于这场战争 法国和中国必须保持密切对话 当天早些时候冯德莱恩表示 北京应该利用对俄罗斯的所有影响力 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他还说 习近平在缓解俄罗斯不负责任的核威胁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表示相信中国领导人 在俄罗斯持续核威胁的背景下 会继续这样做 冯德莱恩对中国的批评 比马克龙更为直率 需要做出更多努力 限制向俄罗斯输送军民两用物资 这些物资会流向战场 他说 考虑到这场战争给乌克兰和欧洲造成生死攸关的威胁 这确实会影响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一位欧洲高级官员将乌克兰战争描述为 对欧洲大陆生死攸关的威胁 这有点不太寻常 这种说法可能是对普京重提使用核武器的反应 习近平和马克龙在友好的气氛中 庆祝两国建交60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 并承诺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在另一场由企业高管出席的法中商业峰会上 习近平说 中法两国没有地缘政治矛盾 没有根本利益冲突 两位领导人共同呼吁奥林匹克休战 在7月26日至8月11日的巴黎奥运会期间 全球停火休战 马克龙提到了两国对美食的共同热情 并向习近平赠送了几瓶甘义白兰地 中国今年启动了一项针对欧洲白兰地 主要是法国甘义的反倾销调查 此前欧盟开始对快速增长的 中国进口补贴电动汽车展开调查 这可能导致欧洲在今年对其征收关税 马克龙感谢习近平在甘义白兰地问题上的开放态度 暗示中国关税的威胁暂时得到了避免 马克龙希望建立一个既不依赖美国 也不依赖中国的主权欧洲大国 并且凭借军事和工业实力来追求自己的利益 但他在谈到与中国的关系时 却没有去年访问北京时那么热情 当时两国宣布建立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没有互惠就没有长期的交流 马克龙在商业峰会上说 并说他的目标是重新平衡两国之间的贸易 法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接近500亿美元 欧洲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了两倍 接近3,250亿美元 法国对中国的投资是中国对法国投资的三倍 法国和中国之间存在建立平衡伙伴关系的机会 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 在与企业高管举行的会议上表示 我们现在离这种平衡还很远 双方宣布中法两国企业签署了多项协议 其中包括与电池生产、交通运输和绿色能源有关的协议 马克龙呼吁中国企业增加在法国电池、汽车 太阳能电池板和计算机等领域的投资 只要这些投资是充分尊重我们的主权 冯德·莱恩在贸易问题上也立场坚定 欧盟27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 因为中国制造业受到大量补贴 加上国内需求疲软 导致北京大力推动出口 这些补贴产品 比如电动汽车或钢铁正在涌入欧洲市场 冯德·莱恩说 与此同时 中国继续大力支持其制造业 而国内需求没有增长 世界无法吸收中国的过剩生产 他宣称 乌克兰的战争给欧洲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在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停止从俄罗斯购买能源后 需要调整能源供应 通胀上升 对中国可能导致企业倒闭的担忧也随之上升 欧洲不能接受可能导致国内去工业化的扭曲市场的做法 冯德·莱恩说 他还表示 欧洲将坚定不移地做出保护其经济和安全所需的艰难决定 全文完 全文完 全文完